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与凤行来袭 原本冲着赵丽颖去的 没想到被47岁的女配惊艳了 仙侠剧撑起了影视圈的半壁江山 最经典的仙剑奇侠传系列 再到火爆全网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再到全民热议的香蜜沉沉浸如霜 再到古装版霸总苍蓝绝 一个个都创造了收视率奇迹 仙侠古装剧总因为精彩的剧情 加上仙气飘飘的服装 和人神魔三界背景设定 总容易出爆款 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然而最近仙侠剧似乎有些落寞 开年出了好几款不同题材的电视剧 反腐大剧江河日上和多事情感谢烟火人家 但就是没有拿得出手的古装仙侠剧 结果央视给了观众一个大大的惊喜 赵丽颖和林更新联媚主演的大IP作品 与凤杭终于要上线 有实力派演员坐镇 观众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满怀期待等着新剧上映 与凤杭为何能为波鲜火 01 今朝与凤杭 来日步不停 这是央视2024年给与凤杭的推荐词 可不是什么电视剧都有央视给背书 赵丽颖的号召力毋庸置疑 与凤杭将于3月18日上线 各大平台争相宣发 热闹得好像要过年 目前预约人数已经突破了400万 从路透能看得出来 即便赵丽颖已经30多岁 已经是孩子他妈了 但状态非常好 好似还像一个芳华还在的小姑娘一样 不少网友纷纷直呼 就冲赵丽颖颜值 必追语凤杭 好事成双 就在新剧即将上线时 赵丽颖参加了亚洲电影颁奖典礼 并凭借电影第20条 获得了AFA新时代奖 这也是首位获得此奖的中国演员 亚洲电影大奖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别说获奖 只要能提名的演员在一定程度上 都能代表他在亚洲电影圈的实力 而36岁的赵丽颖 能拥得贵官 这也足够说明他的未来可期 和他同时期的85花 要么将大部分时间都交给家庭 要么还在演蜡演俗套的霸总戏码 而赵丽颖却已经向主流电影圈进军 将所有时间都放在了琢磨演技上 在第20条中他大胆素颜出镜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出演一位悲惨的聋哑妈妈 得到了导演和观众的一致认可 他也从流量明星转型成实力型演员 而这一切靠的都是他的坚定不移的努力 青州已过万重山 这句话用来形容赵丽颖再恰当不过了 而他能出演与凤行中坚韧温柔的女主 或许就是因为两人在一定程度有共同性 同样面对挑战 都能乐观世人 外表柔弱却有着一颗勇往直前的心 本人和角色十分贴合 稍微了解赵丽颖崛起的观众更加激动 02.观众对宇凤行抱有很大的期待 也是因为原著作者大友来头 之前大火的苍蓝爵和招摇等热门大IP和宇凤行一样 都出自大神九路飞香 有了前面成功的经验 网友们也期待这次能创造奇迹 宇凤行讲述了灵界壁苍王审离 因逃婚而意外受伤坠入人间 恰巧碰到了下凡体验生活的最后一位上古神行指 两人在人间经历了一段欢喜冤家的戏码 之后心意相通 开启了一段强强联合的爱情故事 这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第二次合作 两人之前在楚桥传也有过精彩的演出 网友们也一直等着他们的第二部 谁料两人另开炉灶 接了另一部电视剧 不少观众调侃到 女文月真的从湖里面捞出来了 因为之前有过合作 两人之间的CP感十足 互动都能感受到情侣之间的甜蜜 观众知觉的牙酸 这次涉及到了人神魔三界 赵丽颖饰演不同时期的沈黎 完全拿捏到位 在仙界 她是一位高贵的女王 神圣不可侵犯 在魔界 她是英姿萨爽的女将军 在人间 她又是可爱的小凤凰 三十多岁的年纪 引起无辜可爱的姑娘完全没有违和感 沈黎的各种神态和气质 赵丽颖都诠释得很到位 完全不会穿帮 不同的扮相 不同的美 观众总会爱上不同时期的赵丽颖 号称九亿少女的梦的灵更新 在新剧中出演世界上最后一位上古神行指 高处不胜寒 她是寂寞且冷漠的 同样也是神秘且高贵的 但在和女主的接触中 也慢慢展露出真性情 流露出幽默风趣的一面 同样都是实力派的两人 这次合作相信能碰撞出更大的火花 03.赵丽颖作为抗拒担当 不少人都冲着她要去看与凤行 但除了绝美帝女主 还有各有各风华的女配 看点十足 年轻时扮演冷清秋一角 而被关上女神的董捷 在《陈情令》中饰演温婉柔美大师姐 江燕丽儿爆火的轩露 极具抑郁风情美帝王一摇 一个赛一个出色 但最令观众感到惊艳的是已经47岁的曾黎 作为中戏公认的大清衣 200年一遇的大美女 即便已经是中年 但颜值依旧没有拉胯 气场无比强大 这次曾黎在与凤行中饰演的沈穆月 同样也是战神形象 一身黑衣尽显肃杀 一点也不比赵丽颖差 无论是在感情中 还是在事业上 曾黎都是一个无比佛系的女人 当初张艺谋来中戏挑选演员 曾黎却不慌不忙地在看书 而其他恨不能拿出十八般武艺 就想让张艺谋能挑中自己 毕竟只要能成为某女郎 那前途注定就是光明璀璨的 可惜曾黎没有这么想法 最终有野心的张祖怡被挑中 成为了国际张 曾黎只是慢慢地享受拍戏 即便欲望不高 但曾黎也都在大热门剧中有参演 星汉灿烂偷偷藏不住玉谷窑 樊城之下以爱卫营等剧都有亮眼的表现 虽然不是主角 但强大的气场让观众面面不忘 不少观众都期待曾黎在《与凤行》中 能带来更大的精彩 《与凤行》即将播出 你期待吗